爵士唐门是一部续写了斗罗大陆的网络小说,里面说了唐三当年创建了一个名字叫做《唐门》的组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唐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辉煌,并且已经变得骆驼,到了爵士唐门那个年代里面地位已经是岌岌可为。 这个时候唐三的女儿唐武童恰恰从神界逃到了斗罗大陆上面来游玩,在斗罗大陆上面遇到了一个穷小子霍宇浩,并且两个人都加入了唐门这个当时已经岌岌可为的组织,但是这个时候唐武童是女扮男装。 并且宇霍宇浩是兄弟想称但是后来坦白了身份之后,两个人迅速坠入了爱河,并且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是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学弟毒打,只因学弟的不到满足。 当然在爵士唐门这部小说里面除了主角霍宇浩和唐武童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比如魂兽族的大明和二名两个兄弟,都是身材魁梧,但是心肠耿直的角色。 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很多的女性角色也都是塑造得十分成功,比如一样喜欢或语号的王秋儿。 以及日月帝国的橘子,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女子,称不上上爵士唐门里面最美的,但是绝对是长得最罗利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雪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名为何遭雪地毒打。 其实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雪地毒打。 只因雪地的不到满足首先说在爵士唐门里面雪女绝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因为她的长相实在是太罗利了。 就连霍宇浩也是十分的喜欢她,但是还有一个人也是十分的喜欢雪女,这个人对于雪女的喜欢程度。 丝毫不亚于或语号,并且是那种真的喜欢,这个人就是魂兽族的二名,雪舞从小一出生的时候就是长相十分的甜美。 真的是人见人爱,尤其是罗利控更是丝毫没有抵抗力,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十打十的美罗利。 再来说这个二名,二名是一个魂兽族的操汉,长得五大三粗的,但是生活经历往往告诉我们。 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喜欢那样人见人爱的小罗利二名尽管长相魁梧,但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利控。 见到雪女这样的人完全就是没有抵抗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雪女一见到二名却是二话不说直接就是开打。 原因其实十分的简单,那就是雪女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不喜欢长相太丑的人,而长得丑就是二名的缺陷。 所以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到雪地的毒打,只因雪地眼睛的不到满足,连帅哥都不是,长得不堪入目,眼睛都得不到满足,所以不打他打谁。 绝世堂门是一部续写了斗罗大陆的网络小说,里面说了唐三当年创建了一个名字叫做唐门的组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唐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辉煌,并且已经变得骆驼,到了绝世堂门那个年代里面地位已经是岌岌可为。 这个时候唐三的女儿唐五童恰恰从神界逃到了斗罗大陆上面来游玩,在斗罗大陆上面遇到了一个穷小子或语号。 并且两个人都加入了唐门这个当时已经岌岌可为的组织,但是这个时候唐五童是女扮男装。 并且语或语号是兄弟想称但是后来坦白了身份之后,两个人迅速坠入了爱河,并且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是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学弟毒打,只因学弟的不到满足。 当然在绝世堂门这部小说里面除了主角霍宇浩和唐五童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比如魂兽族的大明和二名两个兄弟,都是身材魁梧,但是心肠耿直的角色。 除了她们之外还有很多的女性角色也都是塑造得十分成功,比如一样喜欢或语号的王秋儿。 以及日月帝国的橘子,但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女子,称不上上爵士堂门里面最美的,但是绝对是长得最罗厉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学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二名为何遭学弟毒打。 其实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学弟毒打。 只因学弟的不到满足首先说在爵士堂门里面学女绝对是一个人见人爱的角色,因为她的长相实在是太罗厉了。 就连霍宇浩也是十分的喜欢她,但是还有一个人也是十分的喜欢学女,这个人对于学女的喜欢程度。 丝毫不亚于或语号,并且是那种真的喜欢,这个人就是魂兽族的二名,学武从小一出生的时候就是长相十分的甜美。 真的是人见人爱,尤其是罗厉控更是丝毫没有抵抗力,长大之后也是一个十打十的美罗厉。 再来说这个二名,二名是一个魂兽族的操汉,长得五大三粗的,但是生活经历往往告诉我们。 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喜欢那样人见人爱的小罗厉二名尽管长相魁梧,但是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厉控。 见到学女这样的人完全就是没有抵抗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女一见到二名却是二话不说直接就是开打。 原因其实十分的简单,那就是学女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不喜欢长相太丑的人,而长得丑就是二名的缺陷。 所以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到学弟的毒打,只因学弟眼睛的不到满足,连帅哥都不是,长得不堪入目,眼睛都得不到满足,所以不打他打谁。 绝世堂门是一部续写了斗罗大陆的网络小说,里面说了唐三当年创建了一个名字叫做唐门的组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唐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辉煌,并且已经变得骆驼,到了绝世堂门那个年代里面地位已经是岌岌可为。 这个时候唐三的女儿唐五童恰恰从神界逃到了斗罗大陆上面来游玩,在斗罗大陆上面遇到了一个穷小子或语号。 并且两个人都加入了唐门这个当时已经岌岌可为的组织,但是这个时候唐五童是女扮男装。 并且语或语号是兄弟想称但是后来坦白了身份之后,两个人迅速坠入了爱河,并且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 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是因为这个缺陷,二名遭学弟毒打,只因学弟的不到满足。 当然在爵士堂门这部小说里面除了主角霍宇浩和唐五童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物都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比如魂兽族的大明和二名两个兄弟,都是身材魁梧,但是心肠耿直的角色。 èn像我给大家知道 superior。 小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